整座木造天花板天井 直接砸了下來 木板和電線統統裸露在外 水池周圍殘海也散落一地 底下遭殃了金龍噴水池 當中的金龍直接慘遭斷頭 但原本竟是這副模樣 對 這是在這個金龍噴水池外 巨龍外層鍍金 盤踞在噴水池上 已經有百年歷史 聳立在原山飯店金龍廳 是不少遊客必訪景點之一 只是這回百年金龍慘遭損毀 就是因為天井天花板 慘遭白衣腐蝕掉落導致 銜接的部分是用鐵條跟鋼筋 水泥連結而成的 比較脆弱 所以天花板掉下來之後 正好就打到龍頭的部分 飯店以會同工藝師 進行修復作業 要把金龍銜接部分 鋼筋跟水泥銜接回去 修復金額目前也無法估計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利用這次的機會 把它的噴水的水線 能夠重新疏通 然後在一個禮拜之內 我們就可以把它的升級做復原 金龍噴水池的金龍 原本設置於台灣神社前的銅龍 1987年整修時 度上二次K金 只是這次金龍修復 金身本身的顏色問題 該怎麼修復如初 飯店也已邀請各界專家 朝修舊如舊方向進行 產業新聞新聞 詳細胞明 台北採訪報導